刚刚是站在学生的立场 但是站在企业界是怎么看呢 这些学生的行为 有些企业界大老板并不认同 像是台博董事长林伯峰就说 这个学生应该要认真读书 不敢使用暴力 而且几百个人并不能代表 五六十万大学生的意见 再来的是工商协计会理事长 骆锦铭则说 希望两岸服贸协议尽快通过 外围服贸协议 撤警察 反对服贸协议 被国民党立委禁副二读 年轻学生攻占立法院 是史上头一回 但台博董事长林伯峰 却认为这样的方式 完全不尊重民主 这两百多位大学生 不能代表五六十万的大学生 最能表达名义的地方 就是立法院 这是名义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名义 但是这个名义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学生们质疑服贸条文 没有经过逐条审查程序 因此冲入立法院抗议 用行动表达对政府不满 但这样的方式 企业老板们却不认同 强调还是要维持社会和谐 学生基本上应该认真读书 那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不对 他提出来是怎么样不对 用暴力去解决更不对 人对不同的事情 都有他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我不予自体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越快通过越好 产业界看服贸协议 角度跟学生不一样 凸显社会的多元意见 如果事前没有尽量沟通说明 事后的冲突争议难免层出不穷 雨电TV五月西路正辉台报道